今次我們一起畫可愛小鳥 首先畫四個二字 留意二字畫得比較長一點 頭兩個畫近一點 後兩個都是 接著在二上面畫半個圓形 另外兩個二字都是 接著我們在半圓圈裡面畫一個圓圈 再在裡面畫一個細圈 細圓圈不要油 我們留白做反光位 另外那隻都是畫一個圓圈 再畫多一個細圈 細圈不要油 那就畫了眼睛 接著畫嘴巴 一條彎線再加直線 再在下面畫一條彎線 那就是嘴巴 我們在二字最底部畫一條橫線 把四個二字連在一起 再在下面畫一條橫線做樹枝 再在每個二字下面畫兩條彎線做腳仔 在第一個二字左手邊 我們畫一條直線再彎上去 在第二個二字好像這樣畫下去 就畫到條尾了 在第三個二字左手邊 畫一條直線再彎上去做翅膀 在最後的二字好像這樣畫下去做尾巴 在最左手邊的雀仔頭頂 我們畫兩條彎線做毛毛 在翅膀再畫一些線做紋 接著小朋友還可以游上喜歡的顏色 那就完成了 看到飾了 後來 最後一字 感谢观看